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特殊的国企领导人 在今年4月卸任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一职之前 宋的肩膀上挑着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 两家央企董事长的职务 他带领着26万名职工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成绩 让资不抵债的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集团双双在香港上市 并双双进入了财富500强的行列 宋本人也入选了财富杂志2013年度商人 他的成功被归纳为宋志平模式 而他自己也总结出了一个公式 央企的实力加民企的活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 我们一般在介绍您的时候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可能就是说您是唯一一个建议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 那你有没有计算过如果把这两个企业的 应该说营收做一个加起来 你应该排第几 是这样按照去年来说 去年建材做了2570亿人民币的收入 国药做了2035亿人民币的收入 那两个加起来你去看差不多是4600亿 对吧 那4600亿的话 如果我们要放在世界500强的这个排列里边 大概差不多在100倍左右 看到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封面报道 都定位您叫水泥大王 可以从零基础开始到水泥大王 但是如果仔细一步分析您走的这些 兼并收购重组的这些历程 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会发现一个 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影像 貌似您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践行这个了 其实我有个公式 大家都知道叫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 等于企业的竞争力 其实这个公式就是我的混合所有制的核心 那么央企有一定的资本实力 有一定的像科技像管理这些 你理解的到底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如果取个故事 我也可以去组成南方水泥的故事 因为其实在南方也就是在江浙户那一带 其实中国建材一两水泥都没有 但是要在那地方组织一个强大的水泥公司 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那这概念怎么办呢 就得和那些民营企业合作 然后要组成这种混合所有制 但是呢就像大家讲 民营企业有他的小九九 他愿不愿意和你合作呢 对吧 愿不愿意来了一个央企 把我们都给收编了呢 这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就觉得在混合所有制里边呢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是要呢 一个彼此尊重 让一个互利供应 所以要突出这些东西 这才能够合作 所以你怎么告诉他们 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呢 很简单 你不能说的太复杂 对吧 那就是说一个公允的价格 你要有 那么另一个来讲呢 就是说还给他们留些股权 股权就是混合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还要把他们留作 你企业里的管理者 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 那如果你能够这么做 那么大家呢 就被你打动了 高高兴兴 开开心心 其实我觉得 其实混合作 现在大家说混合作制 其实有的民企呢 担心它被国有化了 那国企呢 又是担心国有资产呢 被这个民企呢 这个蚂蚁搬家 一山大法给弄好了 其实我觉得混合作制呢 它是一种制度 对吧 这种制度是交叉持股 然后呢 我们国有的资产 神圣不可侵犯 民营的资产呢 也神圣不可侵犯 应该是民企是茶叶 国企是水 这种水茶交融的 可是真正的 您听您讲是非常乐观积极的 但是我听到很多 很怀疑质疑迟疑的这种态度 有人说不就是心疲欢旧酒吗 这怎么可能合作呢 怎么可能很好的 水茶交融呢 所以这也是 因为包括在国际上 对吧 你看在西方 要么是国有化 要么是私有化 国有企业 今天我们其实离不开民营企业 我们好多外包都是通过民营企业 同时民营企业也离不开国有企业 同时我们大部分企业 既有民营又有国有 我们是混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不大赞成 就是我们非此几彼的这种 这种所有者结构 所以这些三中全会提出来呢 融合交叉之国互相融合 我觉得既是我们这个民族 就是我们呢 这种中庸和谐的一种文化使然 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就这种呢制度使然 我觉得我不太赞成 就是说现在媒体里边 也讲要么就是什么国进民营 要么就是民进国退 其实国民共进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希望把这国际民企 一定要把它撕裂开来 其实没这必要 那我来问一下 您觉得像国企央企这样的名词 会不会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时代的词 对 其实有一些人是这么看 认为这是一个阶段 一个过渡 我不是这么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你注意 它这个基本经济的有呢 要公有制为主体 国有经济为主导 这样的一个基本内容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国家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国有经济 但是这个国有经济的形态 是不是都以国有企业不见得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要探索公有制 和国有经济它的实现方式 好 那按照您的理论 您觉得最理想的一个国有企业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去坐飞机 大部分你可能都是坐的 这个国企的飞机 你坐高铁 可能坐的是国企的高铁 你用的电 可能是国企补贴的这个电 等等这些 其实大家是融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 这并不是哪个人愿意 和哪个人不愿意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制度 它这个一个基础 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呢 恰恰保证了 我们民企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和它的发展 所以我不同意 就一定要把它对立起来 好像是一夜之间没有国企了 让国企成个符号 好像是这样 所以今年国有经济 其实在整个国民经济里 只占三分之一了 当然还可以更少一点 但是我们这样的国家 需要一定的国有经济 需要一定的国有企业 我觉得呢 这些呢 和民营企的大发展 我觉得不矛盾 它还相当一张 对我们也对于百姓 而肯定期待的就是 国有经济 真正的是人民的经济 是 是能够代表更多 或跟人民分享更多的 混合所有制就像茶水 国有企业呢 相当于水 民营企业相当于茶 但是我们混合在一起以后 其实是一杯很好的茶水 没有必要再去分清楚 是谁的茶 谁的水 水泥大王是宋志平的标签 也是中国建材当年在江湖上 风生水起的标志 从2006年开始 宋志平带领着中国建材 疯狂重组了900多家企业 在中国水泥几乎全行业亏损的时候 掀起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收购潮 让水泥行业在2013年 净赚766亿人民币 然而争议和质疑随之而来 有人一直文书递到国资委 至于中国建材是不是疯了 宋志平自信的回答 央企应该市场化 收购和重组是正常行为 那么国企真的可以摘掉 垄断的帽子 充分进行市场竞争吗 让我们一起爱问宋志平 2008年的时候 有一份彩量 应该您肯定这个非常深刻 叫中国建材是不是疯了 就躺在国资委的案头 这个算是一封举报信吗 应该不算一封举报信 那算什么 但是算一个向领导反映问题的 一个文件 其实这封信呢 写的内容也很多 其中核心呢 就是对中国建材 搞重组 收购那么多的民营企业 进行了一些质问 那你怎么解释呢 那么当时呢 就是国际委领导就批了下来 这个批下来 实际上就是问题 什么叫批了下来 就是签上字嘛 请志平同志 除 这你就要好好的看一看了 这个信 那其实我是那么看 刚才你问到是不是举报信 我说不是举报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 在我们做企业的过程中 其实社会媒体 包括一些学者 那大家呢 会有不同的看法 也就是说你今天的企业 实际上进入到社会阶段了 不是说你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那大家呢 都可以体验 比如你看到中国建材 有什么问题 那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也很正常 那这里不得不提出一个 比较尖锐的问题 就是像水泥这样的行业 其实是在银行 算是限制类的行业 贷款限制类的行业 如果像中国建材 不是头顶着 我们叫红顶企业 或者说央企 是不是早就收贷了 其实那倒也不是 因为那个时刻呢 你知道有个四万亿 对吧 是来支持呢 就是中国的企业 度过那一关 包括中国的基金建设 那基金建设的话 需要水泥 所以在当时呢 其实呢 政府也好 银行也好 是支持这个水泥 业务联合重组的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一个是你的信用 第二个是呢 就是你讲的规律 逻辑 对不对 是吧 其实银行的人不是傻瓜 那么同时你还会看到 那些一家一户的水泥企业 他们都带有银行的资金 如果他们垮了 那银行就受它拖累 所以实际上呢 银行自身 它推动重组 让我看 一封 这个中国金材是封了 然后之后 这个又股票大跌 貌似也没有影响 但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您反而提出一个很新颖 当时看来非常新颖的概念 叫这个央企市盈 然后鼓励这个中央企业 进行市场化经营 对 那个时候 你到底在探索什么呢 其实央企市盈呢 也是被逼出来的 也就是说 像中国建材这样的企业 其实是充分竞争 我用个词叫草根央企 所以草根 你什么是 为什么是草根 一个是基础不好 底子薄 基础差 所以就是草根 那么像这种企业 如果我们去搞 就在市场化 对吧 不可能说国家去接机你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时刻呢 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呢 迈开双脚 进入市场 义无反顾 对吧 2006年开始在香港上市 然后非常疯狂的 重组了900多家企业 开始成为 这个我们知道的 号称的这个水泥大王 对 我 那最 那个时候 您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其实呢 做一场收购 对吧 最长收购 那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的目标实际上是增加集中度 增加集中度呢 你稳定价格 进而能够赚钱 对吧 那么风险是什么呢 你这个收购 就完不成 半途而废了 就你做不到你的集中度 能够呢 影响市场 就能够有呢 这个 市场的控制力 那么 你这事情 就等于流产了 实际上就是 我必须呢 就是 就是顺雷不计言而之事 把它给收了 有时候呢 一晚上呢 要谈十几家 所以这也成了大家沟评 说你看 他一晚上就买了十几家企业 可见 他不算的不净 实际上不是 恰恰是你去看我收购的 在南方水泥市场 我现在收购的那个价钱 是今天水泥的价格 只有今天的二分之一 关于收购的这个传说 一直在江湖上流传着 这里的故事太多 跟我 跟我们分享一个最经典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收叙图海螺 就是我们和海螺之间呢 其实我们的双方 其实有一个默契 就是他在长江以南 我们在长江以北 但是呢 海螺在长江以北 我们的核心地带 建了一个万吨线 而且这万吨线呢 装备比我们好 所以两家就打仗 打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呢 我们每吨从400块钱 一吨降到190块钱 所以两家都亏损很严重 那这怎么办 我就说必须重组 要么你买掉我 要么我买掉你 不能这样打仗 那他是象啊 你是蛇啊 你们当时这个产量和营收的比较有吗 有啊 当时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在徐州 我徐州一定一共有九个 叫这个粉末栈 就买水泥的 是吧 那么有这个六个半 都去买海螺的 那我只有那两个半了 说当时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有时候说到决策 很多人会觉得你很聪明啊 我有时候我常常说 不是 是被迫的 我很多时候我都用这个词 我蛇吞象 也是被迫的 因为我如果不收他 我就兵败如山倒 凭什么他就让你收了 一头大象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能做的生意 对吧 那关键是条件 关键条件 所以呢 开出的条件是 我开出的条件 就是给了他一定的溢价 是吧 也就是说他赚到了钱 他赚到了眼前的钱 我来赚长远的钱 那其实这就是供应 对吧 那比我们俩在那打仗 他亏着眼前的钱 我也亏着长远的钱 那比这要好得多 所以在收购 徐州海螺的问题上呢 其实媒体有的时候呢 跟我们正好说反客 说呢 海螺输了战略 让宋志平小子 把整个的 这个江北都占领了 宋志平 多付了钱 你看到海螺赚了他很多钱 是不是还有国有资产流失 等等这些 最后还真搞了一个调查组 搞了个审计组 去了一大堆审计师 折腾了不短的时间 就得出结论来 说中国建材收购 徐州海螺 是吧 这个案子 说这个案子 是一个合适的 但是你说一句话 说竞争等于同归于尽 这个和重组 皆大欢喜 您怎么相信 但是也许其他人 包括其他行业的人 他们觉得不相信这句话 大家知道自由市场 是讲究竞争 优胜略贪 打得你死我活 对吧 但是实际上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里边 其实呢 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整个的利益 也是对每个企业 都是姓名有关的 你看现在钢铁 这个行业 行业不赚钱 你看大大小小企业都不赚钱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主张呢 还是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呢 增加了市场的集中度 减少了恶性竞争 那大家就都活了 那如果不来联合 大家去打仗 这个仗其实是没完没了的 所以你看西方 西方今天呢 大部分呢 都是兼并潮 很少倒闭潮 所以你看从我们来讲 现在我们的这些 像水泥 由于有中国建材 由于有宋志平的这套主张 去年水泥这个行业 还赚了766亿的钱 我看您之前做了一个采访 说中国大概有120多家 这个央企 其中有100多家 其实都是充分竞争 说真话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是将信将疑 因为对于普通的中国百姓而言 我们所熟知的央企 还真的不是充分竞争 其实呢 你去看看央企 如果你把这 现在是1122家吧 如果你去拉开这个单子 你就会发现 真真正正的处在自然垄断里面 其实也就那么十几家 其他的大多数呢 都是呢 都是充分竞争的 包括那些建筑公司 对吧 中铁工 中铁建 中建 都是很大的公司 但是呢 都是充分竞争的 所以我就觉得呢 就现在其实社会 对央企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呢 一定要戴上这个垄断的帽子 其实我觉得呢 不客观 北新 在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 打过败仗 我们曾经是 这个世界上最落魄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意识到 除了 毅然决然的 迈向市场 我们别无选择 2009年5月的一天 当时担任中国建材董事长的宋志平 在出国路掩杆飞机的途中 被国资委叫了回去谈话15分钟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被通知接任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 接受任命后的几天里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出差途中打开网站 看看这家大型央企 究竟需要他做什么 庆幸的是 宋没有让他的支持者失望 随后 宋志平对中国医药集团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和整合 在短短的四年内 使其成为中国第一家 进入世界500强的医药集团 当时国资委帮您找过去 就谈了15分钟话 后来您就以一个外行的身份 开始管国药集团了 那15分钟到底谈什么了 15分钟时间就谈了呢 让我去国药 那我就谈了点问题 一个是我也不懂药 为什么去国药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调到国药去 但是如果组织就定了 那我就去呗 其实我那个时候呢 正去到海外去录业 从机场上跟我叫回来的 其实谈的比较简短 他们也觉得很高兴 你内心就没问一个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 那个地方需要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 因为我是做建材的嘛 我做建材去做药材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挺大的跨度 那领导说呢 觉得你是选择里的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 现在医药需要重组 你的重组经验至关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 我就去了 其实我这个人在做一些 包括我在做北新的厂长的时候 其实是个烂摊子 我做中兴集团的时候 其实也是个烂摊子 就让我决定 就让我去了 我去了以后呢 我才想这是个什么事情 其实我是到了英国 我打开网站再来看国药 虽然我们都是一样级 但是彼此了解很少 我再去看看 国药是个什么公司啊 再来去想这些事情 回来嘛就去上任 您看了它的网站 然后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印象觉得这个公司呢 规模不大 再一个来讲 多大那时候 那时候也就三四百亿吧 所以我觉得 要把国药做起来呢 确确实实呢 要下一份功夫 您对国药也是信心满满 说如果这个星球上 就留下五家药 至少有一家是吧 是国药集团 其实国药集团 现在和以前有不同了 国药一方面把流通做大了 那么现在去年 大概做了一千七八百亿的流通 那么还有几百个亿呢 就是我们也在做制药 尤其是生物制药 包括化学药等等这些 包括现在的中药 最近我在香港也收购了一家呢 银天只要现在改成中国中药 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中药的这个 这个集体的一些建设 或者收购 应该说呢 现在今天的国药呢 和那个时候的国药 和五年以前的国药 完全不同了 所以一个是当时 加起来也就四百亿的收入 那去年已经做到两千多亿了 进入到五百强 另一方面呢 当时呢 主要就是配送啊 分销啊这些东西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呢 是有研发 像上海移工总院 中国的最大的研究院 像这个中国生物制药 全国六大所 我能感觉您是在很猛力的去弥补 在技术上的短板 是 技术上和制造上 制造上 因为你知道制造是有利润的 对吧 营销的利润比较薄 但是呢营销有好处 因为你掌握了终端 是吧 你掌握了终端 因为掌握终端 就供应每个医院 是国药来供应 那如果我把制造做起来 那就进入到我的网络 对我是有优势的 所以我的战略就是什么呢 终端拉动上游 就我先把市场控制了 然后呢 我来收工厂 然后呢 我来搞科研 最后呢 在我的网络里进行销售 中国建材 其实没有先见之明 中国建材所探讨的 央企市营和混合素质 其实都是市场倒逼出来的 或者是说 都是被迫的 宋志平被称为中国的道胜和夫 道胜和夫这位近80高龄的企业家 用东方思想拯救了 兵民破产的日本航空 而中国的宋志平 也用他的中国思想 管理出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企业界把宋志平的经营思路 总结为宋志平模式 而他也精炼地归纳为 央企的实力加民企的活力 等于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宋志平模式 真的可以无限复制 战无不胜吗 爱问为你而问 好 那我们讲了本心 讲了中心 讲了中国建材 讲了国药 这一次次起死回生 总该总结出个宋志平模式了吧 我觉得呢 因为我是做国企的 或者做央企的 那么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必须市场化经营 就我讲的央企事业 那么在怎么去做大这个企业呢 我的模式就是 就是说整合优化吧 所谓整合 就是把资源把它整合起来 所谓优化呢 是在整合的基础上 然后进一步呢 提高它的技术素质 我觉得也就是 这样简单的一些做法 那在您刚刚介绍的 这个宋志平模式的基础上 最失败的例子是什么 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其实失败的东西呢 也有 比如说像我来做玻璃 对吧 其实我收购了中国一家 有名的玻璃公司 叫洛波 其实洛波直到今天呢 我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困境 是市场上争议比较多的 玻璃做的生意很差 为什么宋志平去收他 是吧 其实我收他也是对的 因为我觉得 它是中国的玻璃的一面旗帜 而且呢 洛阳福法呢 是我们中国的核心的技术产权 我不愿意让外国人收去 但是 我有食物 我的食物在什么地方 你刚才说我很和气 我很包容 但是呢 我有的时候 收购了一些企业之后 对吧 我有过分包容的地方 就不能果断的呢 去调整 这些干部 所以呢 他们有一些 落伍的文化 是一些呢 传统国企的那些 非市场化的东西 不能及时的呢 得到改变 那是不是在宋志平模式后面 要加几个修订意见 就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就是不能太包容 我这些 优点嘛 是包容 对 缺点嘛 是太包容 比如说 像我的 收购落伯的 落伯的干部 会问我一个问题 说孙总 说我们要开干部会 对吧 我们有13个 都是省 省里任命的干部 我们怎么上主席台呢 这个问题 排备这个论座 是很重要的 我会觉得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是吧 像诸如此类的 等等这些 也就是说呢 那些正气不分的 是吧 那些官场的文化 我觉得蛮惊讶的 刚才您说的 这个安倍 安安安排备的 这个问题 在中国建材没有吗 在国家没有吗 这就是说 我们是官场 还是市场 对吧 现在也有人 不少人就是说 宋志平有没有级别 等等 我就老实的说 我说我没有级别 大家不信 其实在企业里边呢 其实过去呢 这种正气不分呢 给企业呢 就是面向市场 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现在呢 我们真真正正的 市场化改革 其实也在这个点位上 就是说 我们必须政府和企业之间 我们用把刀把它切开 这样的话 企业才能一览 决然的进入市场 不再发生呢 像过去 我们传统的落波时代 像这样的一些企业 你讲这个国企国企 央企央企 我们都想是人民的企业 那如何让这种国企的分红 更多的体现在 人民的身上呢 因为任何企业 都应该给股东回报 国企更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每一年的利润 有15% 然后这个结交到呢 你说国药还是建材 国药建都一样 都一样 结交到财政部去 那当然今年 我们还要再增加5% 对 来结交 那今后 挣得多还可以再多一点 对吧 我觉得呢 这其实 那这部分是归结到 最后会回归到 比如说社保 那就是政府来使用 财政部来使用 这应该成为一个 像新加坡的这种 新加坡有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这样国企业的 很多的这个分红 是归属到人民的 比如说社保 真正是真正的人民的福利中去 对 我觉得这个呢 国企赚了钱 是吧 应该给国家 应该呢 来提供给全体人民的 共同利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 所以呢 这也就是说 国企为什么要做好 对吧 国有经济为什么要做好 是吧 而不是做差 而不是做没了 而且做好以后呢 它也会支持呢 我们的民营企业 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呢 奠定一个基础 所以我总是给他们讲 我说 其实国企民企 不要把它 一定要给它撕裂开来 他们可以合作 在中国目前 我认为 合作的很好 中国建材的整合优化的模式 是完全可以复制的 过去几年 在国药 就复制得非常的成功 我相信 中国建材的模式 在石油化工 在钢铁等重化工领域里边 也同样可以复制 一场哀问下来 宋志平展现了一个 似乎没有脾气的 国企领导人形象 儒雅包容 他也认为 这是自己最大的一个优点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 他的无奈表情 也许是对中国国企 一些根深蒂固制度的妥协 也许是对这个 不完全市场化的 中国商业环境的失望 既要兼顾体制 又要参与市场 宋志平在一次次 中国特色的难题中逆袭 他说 我是一只忙的蜜蜂 没有悲哀的时间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就是决策错误 决策错误 因为我一个决策 我错了 带来很大的问题 您对您现在的 这个金矿满意吗 不太满意 为什么 我觉得 应该能做得更好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您最钦佩的人是谁 我最钦佩的人 以前我钦佩一个企业家 就是美国的雅克卡 因为我觉得人呢 应该有那种 一往无前 和反败为胜的精神 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我觉得 我觉得我比较佩服 叫日本的道成和服 我觉得就是 用东方的思想 儒家的文化 同样做出 世界的巨无霸的企业 能够把这些东西 结合在一起 我比较钦佩他们 你认为你自己 最大的优点在哪里 我最大的优点 是很少发脾气 我可能到现在为止 其实在北新当厂长 当过十年 我没给员工 混过一次脸 在中国建材也是这样 国药待了五年 今天回想一下 是跟所有的干部 也没有红过脸 就是你今天 所看到我的这个样子 你觉得你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成就 如果一定要讲 就是做了两个五百枪 您自己觉得自身的特点 哪一个是你最讨厌的 最痛恨的 我自己呢 就是说呢 不是太喜欢运动 但我相信呢 运动对我很重要 那您最讨厌别人 什么 我觉得我最讨厌 就是别人能做好 而不做好 电信的万维注意者 就是我说 也常跟他们讲 我说能做好 为什么不呢 如果你确实能做不好 其实我不满愿意 如果你能做好 你懈怠 我就觉得不可原谅 您觉得现在 您最珍惜什么 最珍惜就是时间 对我来讲 我觉得时间其实是不够用 是不够用的 要做的事情太多 想的事情也太多 您觉得您现在拥有的 最奢侈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多的还是书 我觉得没有我那么多的书 我有四屋子书 我每个屋子都好多书 你看这个屋子里的一部分 这只是一小部分 我还有好多书 您用过最多的词是什么 经常用一个词 我用的词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还要再往前走一步 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决策的时候 大家都是议论纷纷 但是我每次就靠他们说 我们还都在向前走一步 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我的座右铭是 这盲的蜜蜂 没有被爱的世界 这句好好呀 您最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最希望成为 就是对企业的员工 或者对社会 大家觉得 我为他们能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就够了 假如您要在您的墓制名上 留一句 您希望您是如何 被这个世界记住 我这些年工作 基本上是在一个决策层面上 其实我是一个 被绑在为干上 眺望远方 为这个企业 因为从这么多年来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时刻 都是艰难的决策 都是要为大家眺望远方 所以我希望就说 我的墓制名上 就是说能够是 我是一个呢 是眺望远方的人 好 希望为大家眺望远方 谢谢 爱问是最好的学习习惯 只有爱问 才能把问题问清楚 最后呢 达到共同的提高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